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视频 那现在大家所在的页面呢 就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区块链项目 是叫做Mpay 那我们大家一起来浏览一下 Mpay是一种简单典雅的付款方式 它是一种基于加密货币的支付方式 具有快速方便和安全的特点 我们将世界数字化 Mpay将通过Mpay钱包和云Ampos软件 将密码市场与零售连接起来 那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MxC以及BitK 还有Bithub Global 这三个非常大的交易所上面 我们可以进行M这个代币的购买 在上面的目录中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些信息 第一个是关于什么是Mpay 为什么选择Mpay 以及AME它的这个代币 它的效用 支付等 在工具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Mpay的钱包 我们可以直接点击在这里 下载Mpay Mpay的移动钱包 探索 以及一个指导 关于如何使用钱包的指导 在生态系统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关于路线图 它的支付的方式以及解决方式 它的问题与回答 社区 博客 全球的定位 以及与他们的联系方式 那这个呢 就是他们的白皮书 我们点击这里是可以直接下载 在这里可以直接进行购买 或者是加入他们的 Telegram 他们的电报群进行讨论 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社交媒体上的 受欢迎程度是非常的高 用户使用量也是非常的高 它的关注度也是非常的高 那通过这些视频呢 我们可以看到如何去使用 Mpay Mpay的平台 企业可以将立即将其业务数字化 并将其业务扩展到全球受众 简单快速透明和友好用户的选项 那我们可以在任何的一个 我们的这个位置 我们的这个地点 或者是任何的设备进行Mpay的 这样一个支付方式的使用 那这里呢 是平台效益 通过设置奖励计划循环 保持用户在该平台上的资源 那这边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关于Mpay的这样一个解释 刚在开始的时候 我们这边有提到 那这是它的一个解决方式 钱包的下载 我们可以通过苹果商店以及谷歌商店进行下载 以下呢是它的一个团队成员的信息 在BidHub我们可以看到Mpay的交易的这样一个数据信息 它的价格 以及它的近期的涨跌幅的信息 同样的我们在BidHub这里呢 也可以进行购买 如果你在这个网站上进行注册或者是登录的话 我们是可以在这里进行操作 购买的 同样的我们也可以在这里进行卖出或者是下订单 通过BidHub的这个交易所 我们也可以进行M代币的购买 以及关注他们的交易信息 代币的信息 BidHub在我们中国是非常的受众面是非常广的 这边可以看到我们当前的委托 以及我们24小时的委托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从这两个平台上去关注一下 以及来到他们的官方网页 查看更多的信息 那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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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